这是目前唯一一部 获准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的电影 并且导演是个意大利人 这部讲中国历史的电影 是由意大利电影大师贝托鲁奇 在1987年拍摄的 他把这个东方题材 赋予了典型的西方式阐释 从人性自由的角度 探讨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 溥义如何从一个普通人变为神 又从神变为人的故事 在影片中 溥义虽然居身至高无上的位置 但在贝托鲁奇看来 他是没有自由 时刻被困在人性的枷锁中 影片除了外部情节的跌宕起伏外 还有一个或隐或显的内在动念 就是对失去自由的寻觅 影片结尾极富隐秘色彩 作为一个游客 中国的末代皇帝来到当年的故宫 在自己坐过的龙椅下 找到了当年 被他囚禁在那里的一只锅锅 并把他释放了 而他自己此刻也真正摆脱了世事纷扰 找回到童年时失落的自由 这部影片不仅让贝托鲁奇拿到九项奥斯卡大奖 还影响了不少中国影人 陈凯歌在片中客串了一个门位 冯小刚的大腕里的大导演泰勒 重拍的就是末代皇帝 卢维老师也表示霸王别记的剧本受到了末代皇帝的影响 在末代皇帝中 镜头里的中国是一种踏着奇观化形象 成为了很多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 但另一方面 这无法抹消末代皇帝的艺术成就 也无愧于最有味道的清宫戏之名 贝托鲁奇生于1941年 父亲是一位诗人勿勇中人 家庭氛围的熏陶下 他15岁时就开始文学创作 首部文学作品就获得了文学奖 但他的文学梦想逐渐转为光影之面 曾经为了电影梦想之身来到巴黎 因此他的创作风格也受到了法国新浪潮的影响 1961年 在帕苏里尼电影《乞丐剧组》中当助理 凭借自身才华很快变成了副导演 1962年 年仅21岁就拍摄了《处女座死神》 帕苏里尼担任编剧 贝托鲁奇在70年代拍摄了《同流者》 巴黎最后的《贪果》 1900等 他是各大奖项场客 拿遍了威尼斯电影节 嘎那电影节 欧洲电影奖的终身成就奖 是当之无愧的电影大师